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徒对于特定的神或者是特定的人格把它变为一种神来看待的时候就形成了宗教的行为了 或者是一个人对于某一项东西或者事物产生了神格的信仰 那也是成为一个宗教的现象 所以我个人是研究了几十年的宗教 我认为宗教现象里面有很多是骗局 就是如一般的社会学者所见到的 从心理学 从社会学来分析 那可以撤穿许多所以是骗局的一种宗教行为 但是宗教的现象不能够一开而论的全部都是骗局 全部都是所谓人造的神 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宗教它的确是有一些东西是非人力所能知 非人力所能够了解的一些神的神秘的东西 但是既然是神秘 既然是不能让人去真的了解它 所以那也是个危险的东西 你信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些帮助 但你不信它的时候可能就有问题了 所以一般的低级的宗教 它是神心和魔心难分的 你对它好的时候 你崇拜它的时候 你接受它的指令的时候 它是帮你的忙的 当你有一些反叛它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在身心会要受到伤害 那也就是说受这些宗教的信仰的 这背后的灵或者是神说控制 那么因此我并不否定了宗教的现象之中是有真正有灵体 或者是有鬼或者是有神这些东西存在的 但是神 鬼或者是灵啊 这都是一时的现象不可能维持很久 许多的宗教的这种新兴的一些灵媒性的人物 这个师的信仰们呢 觉得遇到了神了 真正遇到了佛了 真正遇到了佛了 真正遇到了活佛 活菩萨了 其实那不过只是一种啊 灵体的寄生 寄托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啊 最好啊 最好啊 不要去信他 他虽然是有灵验 有意象 但是你信了以后啊 这个就是说 尽这个什么 尽鬼神而远之是可以的 是好的 还有呢 最好啊 不要跟鬼神打交道啊 人为什么要跟鬼神打交道 人跟鬼神打交道呢 情为容易 宋为难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 所以是人呢 有了问题的话 最好去找人 不要找鬼 找灵 找神 找人呢 有智慧的人来帮助你 是最好的 如果是还是找用鬼来赶鬼 用灵来退灵 用神来治神 这个都是啊 很糟糕的事情 认为好像借到一些力量 其实啊 这是一个越来越糟糕的事情 等于说你找到黑道的人来对付黑道 那你始终只在黑道里边呢 受他们的裹息 所以他们的控制你就走不掉了 因此对于我来讲 遇到的这些人 有一人呢 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要我帮助我 我很简单 我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碰他啦 从此以后你再不要去了 虽然他会技术不断地干扰你 还会来找到你 你不要去呀 你不要相信他 虽然有一段时间你的身心都不自在 你感觉上你很恐惧 你受到一种什么力量啊 让你觉得很痛苦 但是呢 你可以多拜佛 你可以啊 自己就是拜佛 同时呢 最好的一个方式呢 观空 空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身体是假的 你要抓我去也没有用 我的心也是假的 你也抓不到我 我也不怕你 你要抓我 我 我不去 你要我去 我不去 你要抓我 至少我不想去 你一次一次地来找我 我一次一次地不想去 这样子的 但是呢 还是要多拜佛 拜佛就是你在家里拜也可以呀 不一定要到庙里拜呀 你到庙里拜也可以呀 但是你不是 这个为了求佛来帮助你 来打那个鬼 不是 让你的心中啊 增加你的抵抗力 如此 如果能够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种情况 渐渐就会消失 但是要有耐心 如果你信了一年 两年 三年的人 你至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你要有耐心啊 几个月的时间受困扰 然后渐渐渐渐 又来又轻 又来又轻 最后就没有事了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